哈喽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看看景区,今天老马给大家拍的 可以说是一个景区里的一个楼盘 就是身后的一个楼盘,这边就是公园 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楼盘 这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城山海景阁出来 这边就是公园 公园前面呢,就是沙滩和大海 哎呦,这人,可能是稍微离得远 要是离得近的话,大家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全都是人 我之前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我就说过 说这个区域一定会活起来,这个海边 因为呢,在市区里边这边呢 比如说滨海公园一起这边,它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 目前来说,只有现在城山海景阁门前那块玩的 那人都会往这块距,人气会越来越旺 包括你看这边有沙滩烧好啊 包括演节目的地方啊 星光帐篷 包括一些孩子玩的等等 包括房车停的地方啊 都在这个小区的这边 啊,而且这个小区呢,这个 这些打造的这些都是城山集团啊 就是城山海景阁打造的 啊,把大家都吸引过来 这样,我现在去那个小区里面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楼盘 来,东侧,小区东大门 东侧是海 这边,城市馈鹤厅 二楼是咖啡厅 这边有佳佳月的一个超市 这边呢,就是它的这个业主食堂 业主会所呢,在它的小区的南大门 一会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啊 这个小区就是自己本身的配套很好 大家也能看出来 你看这个小区呢 就是看出来的这个建筑品质 各方面非常不错 而且这个小区的物业啊 口碑非常非常好 啊,我去带大家上那边 业主会所,我带大家假件拍一拍 往我在上楼上找个户型给大家拍一拍 这边就是业主会所啊 像七百石,健身房,童趣屋,声乐中心 广化院,手工做法,等等的哈 就是,监视房和这个棋盘室做的特别特别好 包括前面,这个啊,这是围党在施工的 这个就是社区的一个医院 啊,可以走医保的这个 就是非常有保障了 有超市,有医院,有药房 啊,有这些玩的地方 而且这个小区每户业主呢 又有这个,一个三十平的一个小菜园 垂掉垂掉的,业主垂掉的地方 全部都有,非常非常不错 这样,我上顶去给大家挑个 九十三平的户型,我给大家拍一拍 咱现在来到楼上了哈 这个是一个九十三平的一梯两户 九十三平 这一进来 南向的客厅,餐厅 而且咱这个地暖哈 市政集中供暖的 动静分离 厨房 这个也几乎也算是一个交房标准了哈 南向的两个卧室 厨房 卫生间 也有窗 这个是一个林医院 这个门还没上呢哈 这个年底就交房了 看这个是主卧 哎哟 这个 看山看海哈 很舒服 两居室,两室两厅 一位 主卧,次卧,包括客厅 都可以观看 客厅,阳台 都可以观看 东湘海 下边是公园 公园前面是沙滩和大海 像这个九十多平的 九十三平两居室的 在海里格里面也算是 卖的比较不错的一个户型 东京分离的 而且像这种类 也算一个准县房了 到这个年底呢 也就精装修教房了 而且这个小区的平 品质物业 包括他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配套 在容成来说 品质来说 还是给束个大拇指 行 这期视频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有想了解容成的 可以多多关注老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